财经专家谢金河指出 过去一年全球出口衰退 但台湾是罕见正成长的国家 整体上市贵公司营收出现大幅成长 是支撑台股上涨的最大基本面 他在脸书发文表示 看到台湾的希望 美中贸易战带动台商回流设厂需求 台湾商用不动产交易 去年就创下历史新高 今年上半年因疫情打乱 企业投资设厂脚步 但随着疫情趋缓 下半年起商用不动产市场迎来大爆发 分析师刘佩珍指出 工业地产商长不只是台商回台因素带动 更多的是国内制造业扩产需求 被誉为户国神山的台积电设厂 区域房价皆走高 带动不动产热络 成为投资指标风向球 新唐人眼的电视里见张云亭 台北台北采访报道